这是一坨刚刚挖出来的鼻屎 是不是有点恶心 今天我要把这坨鼻屎放到显微镜下面放大100倍 看看微观世界里的鼻屎到底是什么样的 会不会很脏 这就是放大后的鼻屎 像什么 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 进一步放大 我们来仔细看看鼻屎的细节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两根线 一根黄色的 一根蓝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猜可能是睡觉的时候 从被子或枕头上掉下来的线头 被我们吸进去 被鼻子分泌物捕获到了 再往边上移动 出现了很多小黑点 这些小黑点应该就是环境中的大颗粒灰尘 被鼻毛和粘液挡住了 最后一起凝结成了鼻屎 看 这里又是一根线头 好多黑色的颗粒物 试想 如果鼻子里没有粘液 这些脏东西就会被直接吸到肺里面去 想要排出体外就很困难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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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